眼前的男人将沉重的背包放在桌上 紧接着从里面掏出一瓶黄金 随后又拿出了第二瓶 第三瓶 截至目前淘金小队一共收获了400零盎司 好消息是他们再差49盎司 即可完成本年度目标 坏消息是阿拉斯加的暴雪已新到来 淘金小队坐落在深山之中 山顶早已吸血雷雷 一旦出现雪崩那后果不堪是想 经过商议将不惜一切代价 在三天内找到49盎司的黄金 他们几乎将设备推到了临界点 每小时250码的运行速度 依然是劳鹰设备的极限 经过12小时的恶战 他们决定清理电子 而电子上的黄金 再次把他们推到了悬崖边上 白羊林矿场的黄金含量明显下降 这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完成年度目标 次日 大夫醒来的时候 杰森已经对白羊林矿场进行勘察 但是盆底的黄金只有可怜的两片 这让大夫感觉到了绝望 因为他们已经将黄金土层开采殆尽 继续挖掘下去将毫无意义 杰森提议给自己一点时间 肯定会给大夫交付一份满意的答卷 但是大夫认为此时再去开发新矿地 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现在距离暴雪来临仅剩两天的时间 大夫感觉与其坐以待毙 倒不如让杰森去试试 并承诺杰森如果找到黄金 超出目标的黄金全部滑到杰森帐下 杰森来到了镇上的矿工博物馆 这里记载了大量有关于陶金的记载 杰森从矿工日誓中 找到了冰川西附近的黄金矿洞 55000盎司的黄金 这正是杰森最想看到的 杰森的出行导致凯西又当地又当妈 开完挖机又开卡车 回到冰川西后 杰森根据标记点 很快锁定了矿场上方的矿洞 而阿拉斯加常年的雨雪天气 矿洞常年积水 会让大量的金沙顺流而下 而底部平坦的地势 能很好地阻隔黄金流向别处 于是杰森立马对该区域土地进行了含量检测 盆底的黄金显示每码30美元 大夫也为团队中能有杰森这样的队友 深深地感到自豪 不得不说杰森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成功 他现在完全有能力自立山头 次日 大夫检查出山的道路时 发现山体出现了小部分的大方 对于他们而言 种种迹象都在驱赶他们 如果山顶出现雪崩 那他们将被困在大山深处 团队在缺少一人的情况下 安德鲁接替了克里斯的位置 凯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全队运输全靠凯西一人 就在这时 凯西的卡车突然撞到了旁边的石堆 突然的撞击让凯西意识到情况不妙 巨大的冲击力 让卡车前轮被撕开一道口子直接报废 由于仓库没有备胎 内森只好通过一切关系找修理工 但这是阿拉斯加的冬季 很多修理仆已经早早关门放假 这让大夫很是无奈 看着近在咫尺的黄金却无力开采 于是大夫宣布赛季提前结束 通知安德鲁将储存的土壤淘陷闭闭 次日清晨 阿拉斯加迎来了特大暴雪 他们等不及给黄金撑中 必须要在一小时内撤离 否则大雪会让他们在这里过冬 队友各自收拾行囊 驾驶房车离开了冰川西 现在到了大夫给大家发工资的时刻 大夫将沉重的黑色背包拿了上来 掏出了他们的第一罐黄金 第二罐 第三罐 这是之前掏到的401盎司的黄金 随后又拿出了这三天的收获 众人看到这罐黄金都非常震惊 只需要49盎司 他们即可完成450盎司的目标 取立将三天的黄金倒在撑上 最后的结果是61.9盎司 在短短的13周时间 他们足足收获了463盎司 相当于83300美元 折合人民币537万元 在大家即将离开之际 大夫将大家5%的分红 外加工资 每人可拿到30盎司的黄金 相当于54000美元 大夫在阿拉斯加的赛季宣布完美收官 喜欢看什么纪录片 可以打在评论区